機師 整個台灣都被你們毀了嗎? 你們就這麼自私自利嗎? 感染的整個幼兒院都是 偷勤 Motel 這樣是對的嗎? 我在這邊來為 所有台灣大眾懲罰你們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我們空姐系列又來啦 很多人來問阿菜啊說 欸阿菜阿菜 你們飛機上的機師真的都是這樣可怕嗎? 欸阿菜 你有聽過最近那個什麼靈性機師 他在防疫期間 還跟空姐亂搞呢? 機師 整個台灣都被你們毀了嗎? 你們就這麼自私自利嗎? 感染的整個幼兒院都是 偷勤 Motel 這樣是對的嗎? 我在這邊來為 所有台灣大眾懲罰你們 幾乎每一年 都會有空服機師的事件發生 每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IG 粉絲團 都要爆炸了 因為一天到晚有這些訊息 來問阿菜 是真的嗎? 我在這邊跟大家說 家家有本難捏的經 每個行業也有難捏的經 如果是比例100的話 可能會有10%的機師是有問題的吧 除了機師以外 可能空服也有 竟然有這麼多的 Sexual Harassment 職場性騷擾 怎麼忍得這麼久才爆這個出來 沒錯 今天呢我就要講一個 實戰經驗 也就是我的同學 在2015到2017所發生的事情 因為由於當時 時間離 受害者發生事情的期間比較近 所以我想說 那就先緩一下吧 我告訴你們 飛機上的事情真的很精彩 我手機裡面就有好多照片 以及好多八卦 只是時候味道 我就跟你的土地公伯一樣啦 好 該放出來的時候 就會放出來了 當然我們也不要 一船打翻一竿子的人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那會被爆出來呢 一定是那些少數的族群 雖然大家在飛機上 對我的慾望沒有那麼高 那是因為我本時長得兇 會保護自己 他們一定會覺得 找好下手的去下手 我一看起來就很難下手啊 防治性侵之鬼 好 事情是這樣子的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飛到外在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fuel 尤其是飛到那個 義大利啊 歐洲的地方啊 因為有特別的浪漫 啊你都飛哪裡啊 我都飛印度 哈哈哈哈哈哈 喔 飛印度這邊 題外話 比較有宗教信仰的地方 你們手機裡面的 不雅照 或有一些什麼資訊 必定得藏得好好 以及刪掉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下飛機 他們檢查你的手機 裡面有這樣的照片的話 你是會被警察 伯伯抓去關的喔 啊 你那個手機啊 有很多爆料耶 不是 我現在沒有飛了嘛 我這邊只是提醒大家而已啊 那些爆料就是 你那個爆料是 叮龍叮龍晚上很吵的那一種耶 我現在想把照片放出來啦 但是 礙於事情一過 我這邊只是想提醒大家 身為不管女生男生 都必定得小心 好不好 好 這件事情呢 我有一個同學 我們為什麼叫同學呢 因為我們進去受訓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叫做 Induction 的東西 就是你的T字啦 如果你這樣想像的話 就很簡單 好進去你們就是一般同學 他並不會以你的年紀 或什麼要去分 然後呢 我覺得那時候 我們也不算菜鳥了 我們應該已經做了 差不多四五年了吧 我有一個朋友 臉呢 比較清純 天使一般的感覺 衣奶 然後他的身材比例也是非常好的 165公分 他跟我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單獨跟我講的 事情也差不多過了一個禮拜 其實他是蠻害怕 然後覺得傷心的 過不久他就離職了 我在之前Crew Mew那一支影片 我已經講過 我就在隱喻今天的故事 欸欸 我跟你說哦 你等一下跟他飛 你要小心一點 蛤 啊為什麼要小心一點 我跟你說你不知道嗎 他常吃Crew Mew的 你小心一點 不要被他吃掉了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有一次他好像飛了 歐洲的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然後在飛機上呢 有一個 還不是機師哦 因為我們機師大多都是外國人 那那一次呢就是Crew Mew的總代表 因為呢 那個男阿哥 人超級好 他在飛機上的時候呢 阿哥不斷的幫他補充餐點 欸 奇怪 在飛機上要怎麼補充呢 哦 你推車出去的時候 難道你拿對獎機嗎 不可能嘛 在飛機上 基本上你送餐出去的時候 啊已經 我已經到第一排了 我離廚房有一段距離怎麼補 按你乘客上上面的call light 阿哥看到call light 哦 就會出來了 然後你就會跟他說 你缺什麼東西 阿哥就會幫你補囉 這個阿哥呢 在飛機上百般照料 重點是 幽默 好笑 你又會覺得說 欸這個阿哥好像對我 比對其他的 好像又好一些些 蛤 什麼 阿哥 你有打遊戲嗎 看來你好像什麼都會 平常出去玩的時候 啊沒啊 我給你看一下 這是我去年去滑雪的 啊還有影片 好啦 在飛機上有說有笑的 於是到了目的地 阿哥也不緊張 就說啊 明天我們大家一起去玩 他也約了所有的人 他就表現得 非常的陽光 當然他長得也還可以 還不錯 因為他笑起來就是那種 超級陽光男孩 雙眼皮 大眼睛 然後我手機裡面有他的照片 要放出來嗎 你先冷靜一下 你現在要公審他嗎 你先冷靜一下 好 當他們玩完那一天回來之後 因為你就是跟人家已經很熟啦 你跟我說什麼 我也覺得OK啊 所以呢 那天晚上 他就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那個誰誰誰啊 我這邊有帶很多零食耶 啊等一下要不要去你房間吃交換一下這樣子 他就跟他說 喔好啊 完全沒有想那麼多 好啊沒有問題啊 那你們來吧 你們什麼時候來 那阿哥就說 喔那我先過去吧 Cockockock 他抱了一些零食過來 你帶了什麼零食就開始閒聊 一來的時候 阿哥一屁股就先坐在他的床上 我那個同事也覺得說 欸 大家都會 你知道嗎 就會有一點小警覺性 但他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就我們 good friend啊 best friend forever BFF 我相信男女之間是有純幼衣的 但是 比例可能沒有那麼的高 他坐下來的時候 開始交換零食的時候 喔 今天出去完我覺得好累喔 我們要不要開點酒來 那我那個朋友當然就是 他好像也不太能喝 他就說 喔沒有啊 我等一下想要去游泳這樣子 他想去游泳 然後他覺得阿哥就說 欸 那你可以讓我看一下 你帶什麼泳衣嗎 他就開始覺得奇怪了喔 然後他就想說 喔好 看泳衣也沒什麼嘛 他就把泳衣拿出來 嗯 那你要穿上給我看看 我看好不好看 蛤 這邊已經超不對了吧 當時我的朋友也覺得 怪怪的 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了 可是因為你盤算 就是他在飛機上阿 他好像對大家都蠻好的 他就又覺得 欸 不能這樣亂想別人 各位女生們 你們只要覺得有警覺性的時候 你們就要想這件事情 除非那個人是你很喜歡阿 Justin Bieber啦 Ashton Kutcher啦 或是科學員 於是呢 科學員很帥 等一下好了啦 於是呢 他就 我朋友當然就是拒絕了 然後他就說 喔我真的要出去了 就開始 推拖一些東西 於是阿哥馬上 躺在他的床上 他就說 欸你的床好像比我的還軟耶 我的朋友又開始說 喔啊你之前約的其他人啊 有誰要來啊 然後他就說 其他哭我打電話過去啊 可是他們 有的沒接電話 有的可能太累了 那我就自己過來好了 他躺在床上的時候 他就開始 他講出了 magical word 欸 趕快幫我按摩一下 因為有時候 嘴炮嘴炮的 就 你也不知道他講真的假的 他就開始跟你嘴炮 反正有中就有中嘛 聽到按摩這兩個字 就是不得了了好嗎 他就整個這樣爬在床上 那我朋友當然不想啊 可是我朋友就是已經開始很害怕了 所以他就說 喔那不然我再打電話看看 其他有沒有要來 然後於是他就 一把抓住他的手 他說 哎唷你先不要管其他 那你先幫我按摩 有時候大家可能覺得說 哎唷我怎麼會笨啊 要是我碰到這種事情 我一定替他擒擒 啊你朋友 是智障嗎 天 都已經掉了 不會趕快衝進去啊 各位 我們當下有時候緊張 反應不會這麼快 他又想到說 如果他現在很激烈的反應 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他就 當下被抓住手的時候 他說好啦 故意嘴炮 他就說我 那我勉強幫你按摩兩下啦 然後於是呢 他就過去隨便捏兩下的時候 他就開始眼觀四方 他其實是有想過的 發現 哎好像可以直接衝出去 他就說 哦我想去個廁所 準備要開門的那一山啊 他直接從後面抱住了他 然後他就很緊 他就說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嗎 你幹嘛這樣抱住我啊 然後他就跟他回了一句話 哦我沒有女朋友 但是我有老婆 靠 重點是他老婆 也是空姐 同一家公司的 對 他就吃定他 像我啊 個人就是非常的假 但是呢 當我碰到那些 不要臉的 空服員的時候 我就會說 想死啊 蛤 好 大家都會覺得我螢幕上 為什麼比較兇的原因 因為我要保護我自己 然後回到我們原本的話題 我朋友緊張嗎 他就說 你現在放開我要出去 那你這樣我要大叫 或是我會找老總 他就馬上跟他說 是你開門放我進來的 所以我也可以說 是你勾引我 對我仙人跳 天啊 我的朋友聽到這個 他很著急 他說如果你在回程的時候 敢跟老總 或任何人講這件事情的話 我一定讓你在這個 航空業沒辦法生存 所以你自己考慮看看 是你要換上泳妝 來幫我按摩 還是你現在要出去跟別人講 他是有技膜的耶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是長得不錯 所以他可能以前都有得逞過 那他覺得說 欸這隻小綿羊怎麼不得逞呢 啊你怎麼不會來敲我的門啊 看我會不會一口咬下你的雞雞 所以我朋友就聽慌了 他就想說有點害怕 他只能先順從他 然後他就先跟他乖乖回到床上去 再想辦法逃出去 戲劇系的轉折 就在這邊來了 突然 有一通電話來 他就接了起來 又剛好是今天一起出去玩的姊姊 然後問他在幹嘛 他就說 他現在就在房間 等一下要去游泳怎麼樣 那姊姊說 好啊那我什麼時候在樓下等你 救星出現 要不是有那個姊姊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麼逃離今天這件事情 於是呢 男的看到 姊姊打電話來大肆不妙 那我猜啦 他最能做的事情就是 威脅我的朋友不要講出去 他就跟他說 喔有姊約啊 那 其實我剛剛也只是跟你開玩笑的 那如果你覺得不舒服的話 我在這邊跟你道歉 那你趕快去囉 欸他很會耶 然後我朋友就非常的受創 因為你其實在想說 你要不要跟老總或姊姊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害怕 他當下 就還是有跟這個姊姊稍微講一下 他是用問 然後說 欸如果你碰到這個東西會怎樣 然後姊姊就跟他說 喔這個東西其實蠻難的 因為畢竟他還敲你們的時候 你可以拒絕他 可以跟他在很多人的地方啊 你怎麼讓他進你的房間 貼到這個搭 各位廣大的觀眾們 你們應該覺得很心寒 但是世界上 有些地方就像我之前講過 事實就是如此 他怎樣都有說詞 沒有監視器 完全的羅生門 因為他有可能跟你說 喔我跟那個老總也很好 因為他本來在飛機上就是 模範crew啊 模範員工啊 大家都很喜歡他啊 但大家看到說 一開始他很幫你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他長得又不錯 所以搞不好 是你自己想吃 他吃不到啊 反咬他一口啊 種種的說詞 我那個朋友回來跟我講之後 其實我也覺得 就是羅生門 我只跟他說 你只能好好的保護你自己 自己有多一點警覺 要不然的話 真的是很危險 所以現在 廣大的女性男性們 男性你們不要覺得你們不會喔 你們也是會的喔 於是我那個朋友呢 就在此事之後他決定了 他過不久就離職了 還有後續喔 大家還記得愛愛這個人嗎 愛愛 也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也是同班的 之後我又跟愛愛提到這件事情 愛愛跟我說 這個人我飛過 我說那當時 他應該會對你 你伸出賢豬手嗎 畢竟你看起來如此的小盈蕩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哎呦 他說 反而沒有耶 他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都在誇獎說 他跟他老婆感情多好啊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啊 所以想都不會想到是這個人啊 那下一句話我們問什麼 愛有照片嗎 愛有照片嗎 他說有啊 你看我跟他一起去吃什麼 找了一番 找了就這個人 我現在傳給你 那照片就一直在我手機裡面了 所以我在想說 他在飛機上也對大家都很好 的原因是 愛一看起來就是很難欺負的人啊 而且他想要塑造形象 所以他們已經分析過就是說 哪一個人好下手 哪一個人不好下手了 那他們一定會去找成功率高的人 也就是說吼 不管我們在哪裡呢 都可能要學會保護自己啦 首先 我們不能去評判 別人要對我們做什麼事情 但是呢 自我保護一定要是好的 喔今天我講一個言論好了 如果今天 你今天就是穿這麼少 所以你引誘我犯罪 所以我常見你 是你引誘我去做這件事情的啊 那相信大家很多人 應該下面一翻兩瞪眼的言論都有 但是呢 這個言論就屬於 非常落後國家的言論 因為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很多事情 大家都是要有意識的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 喝酒不開車的話 大家也都能做到的話 那就表示 你的素養水準是 比較提升的嘛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歸回 這個社會教育啊 上課的話 老師可能要多花一點心思 來教導大家啦 還是可以去當老師 蛤 不行我當老師會犯罪嗎 沒有啦 什麼東西 好啦 今天呢 阿菜教會大家的就是 不管呢 在哪裡什麼職業呢 大家都一定要有一點點保護 自我的心 好好一點的警覺性 才能呢 跟阿菜一樣好蹲蹲的 站在這邊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阿菜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還有那個IG跟FB 幫我按個讚啦 如果你覺得讚的話 我們下一個